機場自拍呢 竟然成了台中神綱統失案的關鍵證據 有公訴檢察官表示呢 是這個蔡信雄賢的閨蜜在機場自拍照 墨鏡反射裡面有蔡信女子滑手機的身影 而比照死者女兒就收到了父親的LINE訊息 和一張航班資訊照 資訊符合 因此認定她是假冒男方的身份 營造生活假象 開心自拍準備搭機出國玩 沒想到這樣拍下來的兩張相片 竟然成了台中統失命案的關鍵證據 有公訴檢察官表示 蔡信女子的閨蜜機場自拍照 墨鏡反射中有蔡信女子滑手機身影 拍下相片四分鐘後 死者女兒就收到父親的LINE訊息 和一張航班資訊照 比照時間相關資訊 因而認定蔡信女子假冒男方身份 營造生活假象 色有重嫌 她就是為了要隱匿 她殺人棄屍的整個過程 所以她總共付了合計30萬的租金 畢竟就是缺少了職件證據 所以檢方在求刑的部分 她沒有辦法求到死刑 除了閨蜜的相片 檢方還查出死者失蹤期間 與蔡信女子兩人手機基地台位置 重疊度高 加上蔡信女子曾經獨自前往五金行 購買風濕和裝飾工具等相關 間接證據 雖然蔡信女子否認犯刑缺乏直接證據 但國民法庭一線有證據 還是認為蔡信女子設有重嫌 重判27年半 此奪公權10年 創下國民法庭首例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台中神岡經爆統石案 已經失蹤多年的陳姓男子因為屋主整理被棄出的廠房 被發現用水桶加水泥封住死亡多時 警方迅速調查將設有重嫌的死者蔡信女友列為被告 警令一年多審理一審判決 全案還可以上訴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記者中壹